第711章查探黑渊 大洲边境 黑渊 周园与妖妖立于一座山头上 遥望着这片多年后依旧混乱的地狱 此地自从黑毒王被他收服后 混乱依旧持续 各国的诸多凶人 因为追杀 皆是躲进黑渊中 令得此处藏乌纳斗 血腥无比 不过这黑渊内虽然存在着诸多势力 但这些年来 却并不敢骚扰大洲边境 毕竟 黑毒王被收服之事 算得上是前车之鉴 而如今大洲打败大武 收视鼎盛 这黑渊内的诸多势力 更是不敢作乱 此处的天地间 残留着极为可怕的波动 周园面色凝重 那种波动 历经无数岁月 却依旧残留 如果他所料不错的话 恐怕就是远古那场雷法所留下的 当初第一次来黑渊时 他连氧气净都未曾达到 自然无法感应 但如今踏入神附近 确实能够察觉到那些恐怖 据说这黑渊极为的辽阔 其距于苍茫大陆最北 直达大陆边缘 而如今黑渊这些有人存在的地方 不过只是极为外围的一块 而那内围之中 残留的雷阀更为可怕 寻常人根本不敢靠近 周园眺望着黑渊极深处的地方 道 我们此次 就得去往最深处探查了 夭夭抱着吞吞 他望着眼前的地方 也是有些怀念 道 你那隐隐 便是在此处得来呢 周园点点头 道 不过可惜 现在隐隐对我的增幅 开始减弱很多了 但随着他如今探入神附近 即便是催动隐隐 那种增幅 也是大不如从前 那是因为如今的隐隐 只能够达到太出镜的层次 腰腰柔了柔吞柔软的毛发 红唇微起 不过你也莫要太小看这隐隐了 他乃是那远古宗派战魁宗 最为巅峰之作 我当年就说过 他拥有着成长性 可是你研究了这么多年 也没让得他成长起来 周园嘟囊道 腰腰那如白玉般的预言上 竟是在此时 极为罕见的出现了一抹 微红之意 他被持咬了咬嘴唇 名眸瞪着周园 便解道 你 你真把我当作什么都会吗 微微的有点恼羞成怒 因为这些年来 他表现出来的人设就是完美型的 似乎就没什么他不会的 但对于隐隐这种 由一个远古宗派无数先辈智慧结晶的产物 他这些年虽然有所理解 但至于如何让他成长 也还未曾完全搞明白 乔得腰腰这罕见的恼羞成怒 周园呆了呆 只是因为此时的他 太过的灵动与美丽了 好半晌后 他方才回过神来 美滋滋的道 真好看 他知晓 腰腰这般模样 也就他有这般福气看见 腰腰白了他一眼 玉手拢了龙鬓角的青丝 雷好气的道 还想不想走呢 走走 周园大笑一声 然后袖袍一挥 便是有着金色元气席卷而出 卷起他羽腰腰 便是化为金光破空而去 迅速的对着那黑渊内围深处疾掠而去 两人一寿 不过短短两个时辰的时间 便是穿过了黑渊外围 而随着深入 黑渊中人际愈发的罕见 整个天地间 一片荒凉 死寂 毫无生机 当年的那场雷伐 似乎是将此地的生机技术的磨灭 即便是这么多年后 依旧没有半点生机出现 一天下来 周园二人没有见到任何活物 而且随着深入 他们能够感觉到 天地间散发着一种极端暴躁的毁灭气息 那种气息 比起外围强烈了许多倍 而且 那种气息能够侵染人心 引人疯狂 索性周园二人如今实力不弱 元气运转下 方才将那种侵染隔绝开来 不过当夜色来到时 这黑渊的天地间 似乎是有着狂暴的雷声响起 明明天空上没有雷云 但那雷声依旧不休 宛如是从远古传来 而当那狂躁雷声响起时 连周园都是面色凝重 那种侵染 在夜色中急速的增强 道德后来 周园也不敢再冒夜前行 而是寻了一座山 开辟出山洞 带着妖妖 吞吞躲了进去 洞口封闭 还刻画了原文屏蔽 这才撑了下来 而经历这夜雷声 周园对于黑渊也是更加的忌惮 在山洞中熬过一夜后 周园他们方才再度启程 在这黑渊内围 小心翼翼的查探 三日后 黑渊深处 一座光秃秃的山顶上 周园有些沮丧的望着眼前 一望无际的死寂大地 这几日的查探 并没有任何收获 这黑渊深处 犹如一片死地 并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 看来想要找到 苍悬圣印的线索 没那么容易 周园冲着夭夭苦笑道 夭夭柳梅微醋 他凝视着死寂天地 沉溺了片刻 道 这黑渊中 除了死寂 的确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而唯一要说特殊古怪之处 他转头看向周园 道 或许就是那夜雷之声了 周园一正 皱眉思索 那夜雷声弥漫着狂躁 能够干扰人心 令人发狂 他们这几日间 皆是躲避于山间 屏蔽夜雷 黑渊的夜 颇为的可怕 但想要找寻隐藏在其中的秘密 难道也得自黑暗中寻找吗 周园目光闪烁 片刻后 便是不再犹豫 咬牙道 今夜就不躲了 看看能否自那夜雷中发现什么 夭夭起手微点 眼下也只能如此试探一下了 周园见状 便是直接盘坐下来 他望着高空上邪落的夕阳 夜色已然不远 时间悄然的流逝 带得那夕阳最终落下地平线的一刻 天空再度变得黑暗下来 紧接着 周园便是眼神一鸣 他听见那神秘的狂躁雷鸣声 再度如约而至 轰轰 雷鸣回荡于天地间 宛如狂躁的毁灭之兽在咆哮 金色的元气笼罩在周园周身 元气在此时剧烈的震荡着 但元气的防御 效果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周园已经感觉到 随着雷声的响彻 一丝狂躁之意 渐渐地在心中涌现 他的双目中有着一抹赤红浮现 呼吸都是变得加重起来 有着一种毁灭的冲动 这夜雷声能够穿透元气 侵染神魂 所以需得以神魂对抗 一旁有着清澈的声音传来 自然是夭夭 周园闻言 深吸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的狂躁 双目闭拢 眉心间 神魂之光剧烈地闪烁 混沌神魔观想法 周园直接是运转了观想法 顿时一时陷入那混沌中 那混沌神魔缓缓碾压而过 带来古老的震荡 与那夜雷之声抗衡 两者僵持 许久之后 终究是混沌神魔更深一筹 渐渐地将其压制而下 心中的狂躁 一丝丝地退去 周园紧闭的双目睁开 眼中恢复清明 他凝望着陷入黑暗中的大地 夜雷之声 依旧是在若有若无地响起 只是如今听来 却不再像是之前那般的遥远 听出什么了吗 妖妖道 周园沉默了片刻 眼中有着一抹惊异之色涌现出来 雷声 似乎是有来源之处 在抵御下那种雷声侵蚀后 他终于是分辨出来 那雷声可并非是从远古而来 而是有源头 走 他低喝一声 身形率先激略而出 对着那雷声的源头方向而去 两人自黑夜中掠过 不过雷声飘荡 仿佛没有痕迹 急难追踪 周园与妖妖轮流以神魂感应 这才能够勉强地跟上 但即便有着妖妖帮忙分担 但周园最后依旧是眉心刺痛 那是神魂消耗太大的迹象 好在的是 这般追踪 持续了两个时辰后 终于是抵达了尽头 周园与妖妖身形落在了一座巨大的怪石上 他们举目四望 这里一片黑暗 甚至连地面 都是漆黑无比 宛如黑色的海洋 周园凝视着前方的大地 袖袍一挥 一道金色元气呼啸而出 重重地轰击在了大地之上 空 那元气落下 大地顿时剧烈的一颤 紧接着 那里的地面开始崩塌 有着璀璨之光 自大地深处涌现出来 攻击雷鸣 响彻天地 周园目瞪口呆地望着前方 只见得随着地面不断地崩塌 那里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而此时 那深坑之中 无数雷莽闪烁 竟是形成了一座深不可测的雷池 雷光咆哮 仅仅只是泄意而出的波动 便是让得周园头皮发麻 感觉到了毁灭之意 这是当年那雷法所留下的力量 他们在此汇聚 恐怕也正是因此 即便是诸多岁月之后 这黑渊依旧没有生机诞生 他们在磨灭这片大地的生机 令其永远死亡 妖妖翘脸微宁 缓缓地道 周园没有说话 而是忽然身躯一颤 脸庞上有着一抹痛苦之色浮现出来 怎么了 妖妖急忙问道 周园眨了眨眼睛 在他眼瞳深处 一道圣纹在不断地旋转 释放出炽热之意 犹如是要将他的眼瞳灼烧一般 他摊开手掌 掌心的地圣纹 也是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来 引得那一片血肉 都是渗透出血丝 身腹之中 盘挤的天珠圣纹 也是在发出剧烈的嗡鸣之声 周园的脸庞上 有着浓浓的震撼如潮水般的涌现出来 他望着妖妖 声音嘶哑而颤抖的道 圣纹有反应 妖妖心间也是一阵 清晰了一口气 圣纹有反应 那也就是说 他们竟然真的找到了苍玄圣印所在 第712章梁池法域 轰轰 巨大的地底雷池中 雷光吞吐 宛如是雷龙在咆哮 发出低沉的狂暴雷鸣 而周园则是呆呆的望着雷池 雷光在他的眼瞳中倒映着 显然即便是此时 他都是有些没回过神来 他们原本只是抱着事实看的心态来黑渊探查一番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无意间的探查 却直接是误打正着 他体内三道圣纹的反应 足以证明此地 必然与苍玄圣印有着关系 呼 周园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的翻江倒海 如果此时这里的消息传出去 恐怕整个苍玄天都会在顷刻间乱起来 那个时候 这小小的苍茫大路 也将会成为整个苍玄天的焦点所在 现在怎么办 周园看向夭夭 有着头疼的道 夭夭道依然还是淡定从容 还能怎么办 既然找到了 当然要去找找 如今那圣元公主窥探了天机 苍玄圣印暴露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们 也只不过是提前了一点时间找到他 这先机如果不战 说不得就要落那圣元公主手中了 周园文言 也是叹息着点点头 的确 就算他们没找到这里 恐怕要不了多久 那些大能也能够有所感应 不过 这该怎么去找 进入雷池吗 周园瞧得那狂暴而深不见底的雷池 有些头皮发麻 这里的雷霆 乃是当年那场雷法所留下的力量 虽说只是残留 但依旧是散发着毁灭的气息 周园相信 莫说是他这神附近 就算是天阳境甚至元阴境的强者 进入其中 都会被这雷池磨灭 这雷池中 蕴含着毁灭之力 非同反响 邀邀凝视着雷池 沉淫了片刻 道 恐怕唯有拥有法御者 方才能够穿过 法御内外 如两个天地 自然能够隔绝雷光侵蚀 周园文言 顿感绝望 真正的法御境强者 整个苍玄宗 恐怕也就只有青阳掌教一人 不过邀邀却识到 如果是法御之力的话 你倒并非是完全没可能 你体内的那道天诸圣文 有一玄妙神通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当与法御之力如出一辙 周园一愣 他之前也催动过天诸圣文 的确是能够感觉到天诸圣文 能够产生一种神异的力量 但他并不知道 那种神秘之力 竟会是法御之力 当然 你以天诸圣文催动的那法御之力 跟真正的法御没法比 但其应该依旧具备着自成天地的功能 邀邀红唇微起 道 周园犹豫了一下 然后心念一动 便是将那天诸圣文催动 嗡 天诸圣文动荡时 顿时有着一道淡淡的光波 自周园体内散发出来 然后形成了一个小如蛋壳般的光照 将其笼罩 这小小的光照 散发着神秘的波动 而当其出现时 周园顿时感觉到一种玄妙感涌来 仿佛此时的他 已经并非是与苍玄天处于相同的界面 这法御光照 宛如自成了一个天地 的确是法御之力 夭夭凝视了片刻 赞叹道 这天诸圣文 果真不愧是自苍玄圣印上玻璃而下的奇物 没想到竟能够让你一个小小的神府境 就能够拥有着法御之力 周园望着那小小的法御光照 却是有些无语的道 但这也太小了 法御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当法御扩散笼罩之地 法御之主便是其间的主宰 连天地元气都为其所掌控 真正的法御强者 法御可达万里 可周园这法御光照 几乎蔓延不了几尺距离 这台脚就能卖出去 还掌控个鬼啊 摇摇也是有些忍俊不禁 道 虽然作用不大 不过的确是开辟了一个小天地 周园无奈的摇摇头 天诸圣文演变出来的这两尺法御 虽然听起来是很厉害 但其实这次成天地 隔绝外界的功能 恐怕用来逃命 以及躲避强者感知最合适 所以想来天诸圣文更大的作用 还是在于对神府的改变 就比如 把周园的神府捣鼓成了 前所未见的混沌神府 靠这东西 真能闯进去吗 周园有些怀疑 毕竟眼前这深不可测的雷池实在是有些可怕 事实不就知道了吗 夭夭光节眉心间 有着神魂之光闪烁 下一瞬 他直接是自雷池中引动了一道细细的雷光 然后直奔中原掠去 周园见状 都是浑身僵硬 那雷光看似细弱 可若是落在身上 绝对足以将他重创 不过好在的是 当那雷光掠近时 却宛如是无法感知他的存在一般 绕了两圈 便是散去 周园眼中有着大喜之色浮现 道竟真能隔绝 幺幺也是满意的点点头 道有了这天诸圣文 未来就算是有着法御进强者要追杀你 你都能彻彻底底的藏匿起来 法御进的强者 能够感知天地 唯有同等级的存在 方才能够以法御屏蔽对方 说起来 也是一个保命手段了 在尝试了这两尺法御的效果后 周园倒是有了一些信心 道我先下去试探一下吧 这雷池太危险 他还是不太敢带着夭夭去冒险 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但夭夭却是摇了摇头 道带着我一起吧 不然我也不放心 虽说这天诸圣文的两尺法御应该有用 但他也担心出意外 他陪同着的话 最起码能够有些保障 只是 那种情况一旦出现 或许会出现很坏的结果 周园迟疑了一下 最终没有再多说 点了点头 然后他笑眯眯的看向夭夭 伸出双臂 这两尺法御 太过的狭窄 如果要戴上夭夭的话 两人几乎就得紧贴在一起了 夭夭乔得他这般动作 被池咬了咬红唇 轻瞪了他一眼 但最终他还是无奈的靠上前去 一阵优香扑面而来 令得周园心愿一马 然后他伸出双臂 揽向夭夭纤细的腰肢 手掌碰触到一群 微微用力向下压了好一段距离 方才碰到了那令人心跳加快的小蛮腰 可 感受着怀中的温香软欲 周园倾咳一声 道 再靠近一些 这法欲太小了 夭夭直接伸出纤细欲指 在周园腰间狠狠的一抿 面无表情的道 得寸进尺 周园撕着牙 然后瞧得那还被夭夭抱着的吞吞 建议道 这家伙太占地方了 要不丢到上面等我们吧 吞吞闻言 爪子直接闪电般的窜出 对着周园脸庞一顿狠挠 树西后 周园顶着一连血痕 无力的妥协 一起扒 吞吞发出讥讽的声音 然后窜到了周园头发上趴着 周园怀中抱着夭夭 头上趴着吞吞 然后他看向面前汹涌而深不可测的雷池 深吸一口气 眼中掠过一抹决然之色 他不再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是纵身一跃 便是飞扑而下 在那毁灭之雷咆哮间 掠进了雷池之中 第713章圣印之前 空 当周园身形跃入雷池之中时 他能够听见那毁灭之雷在咆哮 似乎是隐隐感应到什么一般 对着他所在的方向呼啸而来 周园浑身紧绷 那两尺法玉绽放着玄妙之光 宛如是四成天地将周园隐匿在其中 与这方天地隔绝 哭 在周园紧张无比的注视中 那些呼啸而来的毁灭之雷 终归没有笔直的撞击而来 而是在他所在的范围转动 似是失去了感应 最终 雷光渐渐远去 周园如是重负 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妖妖 他那绝美的欲言 却是平静如幽谈 那般淡定从容的姿态 倒是让得周园有些残然 不过他还很快便是抛开了心中的杂念 开始加速掠下 这雷池内 弥漫着雷光 宛如无数雷龙在肆虐 那恐怖的雷鸣声 引得天地震荡 周园则是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那些肆虐的雷光 虽说眼下凭借着那两尺法玉 他避开了雷光 可他知晓 他这两尺法玉并非是绝对防御 一旦被真正的击中 凭他如今的力量 这两尺法玉也保不住他 所以下潜之中 他谨慎无比 而腰腰也没有出声干扰他 纤细手臂轻轻地还住周园的腰 静扯空灵的眸自凝望着肆虐的雷光 微微地有些出神 不知道为什么 距离那苍悬圣印越近 他便越是有着一点不安的感觉 在他看来 苍悬圣印那种级别的东西 还不是此时的周园能够染指的 因为那牵扯太大 但如今的局面 却使逼得他不得不去做 那苍悬圣印 就犹如闯进了他与周园平静生活中的庞然巨兽 足以将他们的平静撕裂得支离破碎 腰腰还住周园腰的双手有些用力 然后他将脸颊轻轻地靠在周园的肩上 美眸微弊 蓝蓝道 周园 这些年 我很开心 什么 腰腰声音细微 而此时四周雷霆震震 周园也是未曾听清 疑惑地低声道 腰腰没有再说话 只是倾靠着周园肩膀 唇脚泛着淡淡笑意 周园见状 也就没有再多问 双臂将怀中人心细腰肢紧紧揽住 下潜速度再度加快 不过 这雷池之身 似乎是有些超乎周园的想象 他下潜了将近半个时辰 竟然发现依旧未曾出现镜头 反而四周的毁灭之雷 愈发的狂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周园的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他发现此处的毁灭之雷太过的恐怖 即便未曾击中他 但那雷光波荡 依旧是传递而来 令得那两尺法御微微地震颤起来 他的实力毕竟太弱 这里的毁灭之雷 只是一道 就足以将他摧毁 而以他如今的实力构建出来的两尺法御 显然无法完全地抵御那毁灭之雷 情况有些不对 若是再这样下去 这两尺法御我坚持不了太久 周园审声道 116门也是微促 片刻后道 这雷池 恐怕是没有尽头的 周园闻言 顿时一惊 没有尽头 因为此地的毁灭之雷太过的强大 足以扭曲空间 形成无尽头的通道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那苍玄老祖应是以特殊的手段 将苍玄胜意隐匿在雷池某处 我们必须找到那隐匿之点 才能够脱离雷池 否则的话只能回头 11沉吟道 不过这里弥漫着毁灭之力 想要在其中找寻出藏匿之处 谈何容易 周园面旁也是紧绷 目光闪烁 道 半道也并非是不可能 他双目微闭 树西后陡然睁开 眼瞳深处 破障圣纹流转而动 既然此处是苍玄老祖所设置的手段 那么这些他留下来的圣纹 必然也会有所感应 而破障圣纹 能够窥破一切隐秘 用在此处 最是完美不过 周园放缓了速度 四处探寻 双目圆征 而伴随着那破障圣纹不断的运转 他的眼角处 已是有着血迹流淌下来 但他却是不管不顾 因为他知晓 如果再拖下去 他这良尺法御坚持不住时 对于他们而言 才是最大的危机 而他这般搜寻 很快十数分钟便是过去 其周身的良尺法御 震荡的愈发厉害 其怀中的妖妖 也是紧抿着红唇 翘脸肃然 该死的 给我出来啊 周园嘀嘀的咆哮一声 而下一瞬间 他的瞳孔猛的一鸣 这一次 他终于是发现 在那某一处的虚空 传出了一道异样的波动 找到了 周园眼中有着狂喜浮现 不敢再有丝毫的犹豫 身形陡然加速 猛的对着那某处虚空 狠狠的撞击而去 而此时 在其身后 无数毁灭之雷也是察觉到了他的存在 顿时疯狂的咆哮而来 身后传来的毁灭波动 令得周园亡魂接冒 但他不敢有丝毫停留 牙一咬 便是撞在那某处虚空中 翁 撞击的瞬间 虚无的空间顿时 犹如涟漪一般的波荡起来 一口便是将周园的身影给吞了进去 轰 后方的毁灭雷光撞击在此处 却是凭空的消散而去 扑哧 闯入某处的周园 那两尺法御率先崩溃 然后他便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面色惨白 先前那一瞬 他几乎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太危险了 他苦笑道 怀中的妖妖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然后站起身来 明眸看向前方 缓缓地道 不过我们来对地方了 周园查去嘴角的血迹 也是在此时抬起头来 紧接着他的脸庞便是在此时 一点点的凝固 只见得前方 有着无尽的阶梯蔓延而上 四周皆是黑暗虚空 而阶梯的尽头 有着一座石台 石台之上 有光芒大放 那光芒之中 可见一枚石印 石印方正 宛如象征天地 一股无法形容的古老 混沌之气 自其中缓缓地散发出来 在石印四周 有天地山川河流之意向不断地闪现 周园难以形容石印所带来的那种感觉 那就犹如天地间 最为古老与尊贵之物 足以让得任何存在 在其面前显得青涩 周园望着他 然后他感觉到 体内的三道圣文 在此时嗡名震动 似乎是在欢呼雀跃 因为他们 也是由他而来 周园口干舌燥 脑袋中一片嗡名声 他有些无法相信 他就这样 来到了这苍玄天中 象征着掌控之一 而无边尊贵的圣物之前 苍 玄 圣 印 他喃喃着 一字一顿 声音带着颤抖的响起 第714章虚空动荡 周园睁睁地望着 那是T尽头处的古老石印 许久之后 那内心的翻江倒海 方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真没想到 有朝一日 我竟然能够亲眼地 看见这苍玄天中 最为尊贵之物 周园忍不住地感叹一声 开口说道 不过在面对着 那苍玄圣印时 他的眼中反而并没有存在 丝毫的贪婪与垂涎之色 因为他心中很明白 此物根本不是此时的 他所能够染指的 即到圣文 他还能够隐藏起来 可如果连苍玄圣印都在他身上的话 那必然会引得诸多大能窥探 以他这神附近的实力 显然不可能承受得了 这种程度的大机缘 不过 此物虽然他不能染指 但也绝对不能落在圣公的手中 不然的话 他同样没什么好下场 妖妖抱着吞吞 明眸盯着那古老的石印 并未说话 你试试能否将其带走吧 他看向周元 开口说道 周元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然后迈步踏上十梯 不过旋即他转头瞧着 立于原地不动的妖妖 疑惑道 我们一起吧 妖妖微微犹豫了一下 然后对着十梯上迈出了一步 嗡 不过 就在他脚步刚刚迈出的瞬间 那十梯尽头的苍玄盛印 忽然猛的一阵 竟是有着一种无边之力涌出 直接是震得这黑暗的虚空剧烈的震荡起来 十梯剧烈的晃荡 周元面色大惊 有些不明白这苍玄盛印 怎么突然间会有些异动 倒是妖妖明眸微闪 将那踏出的步伐缓缓地收了回来 他凌视着古老的苍玄盛印 先前的那一瞬 他似乎是察觉到苍玄盛印 有点抗拒他的接近 那种感觉 仿佛是某种忌惮 你自己去吧 妖妖道 周元见状 也就不再多说 点了点头 转身加快速度 踏过那一道道十梯 直奔最高处的苍玄盛印而去 足足伴住香后 他方才抵达最高处 而此时 苍玄盛印尽在咫尺 周元望着那悬浮的古老石印 石印显得极为的古朴 然而周元很明白他所代表的意义 他是苍玄天最至高无上的圣物 拥有了他 便可掌控苍玄天 成为一天之主 当然 想要将其掌控 自然也必须需要与之匹配的实力 按照周元估计 怕是起码得达到法御境 才能够真正的掌控苍玄盛印 周元微微颤抖的伸出手掌 小心翼翼的伸出 然后直接与那苍玄盛印 轻轻的碰触到了一起 空 碰触的瞬间 苍玄盛印之上 顿时有着一万道光芒绽放出来 一些光芒照耀在周元的身躯上 再然后 他便是震惊的感觉到 一道光红直接贯穿了第一众神斧与第二众神斧间的臂障 两众神斧在此时交融 澎湃的元气呼啸而尽 然后节节攀升 周元心中震撼 他不过只是被那苍玄盛印的神光照了一下 第一众神斧就被打磨圆满 原本按照他的估计 这起码需要消耗上百株下品神斧宝药才能够做到的 而且并不止于此 他的肉身 被那神光刷过 浑身的血液都是沸腾起来 血肉宛如是经历了一次无法想象的淬炼一般 爆发出惊人的生机 在其心脏间 一滴滴赤金色的血液不断的诞生 之前的周元 即便是修成了玄圣体 心脏间的赤金之血 也不过两三滴 然而如今 这短短一会赤金之血 已是达到了数十滴 在其眉心间 神魂也是震动起来 盘坐的神魂在那神光之下 变得越来越凝炼 它显然是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而这 或许是苍玄圣印给予第一个发现 他的人的一种馈赠 不过 沉浸在震撼中的周元并没有发现 当苍玄圣印波动的那一刹那 整个苍玄天的天地元气 都是在此时动荡起来 黑渊所在之地 更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天地元气涌现 原本死寂的大地上 竟是在短短数息间 出现了生机 大地上有着植物生长 水流凭空而生 迅速地汇聚 化为了大河 恩腾起来 圣州大陆 圣公 盘坐于深渊之前的圣元公主 威比的双目在此时猛然睁开 她的眼中 有着难以遏制的狂喜涌现出来 下一刻 她仰天大笑起来 苍玄圣印 你终于谢世了 圣宫时垫垫主 跟本宫走 圣元公主喝声响彻天地 下一瞬 她的身影已是破开空间 消失而去 抓 抓 与此同时 震荡的圣宫内 十到气势磅薄的身影也是呼啸而出 消失于天地间 苍玄宗 金阳长教面色凝重地望着天地间 先前那种异动 她自然也是察觉到了 而且她能够感知到整个苍玄天的元气波动源头所在 能够引动整个苍玄天地的元气 除了苍玄圣印那等圣物 还能有什么 苍玄天 要乱了 刷 在她的身后 树道身影闪现而出 正是涟漪封主等几位封主 先前的波动 涟漪封主率先开口问道 她翘脸上满是紧张之色 苍玄圣印已出世 动身吧 圣宫那边 应该也是感应到了 静阳长教没有多说 只是声音低沉的道 其他人闻言 皆是神情肃然起来 空间在此时波动起来 而他们的身影 则是凭空消失于封顶上 问剑宗 北明镇龙殿 百花仙宫 天鬼府 圣州大陆另外四大巨宗内 此时都是有着一道道气势恐怖的光影冲天而起 直接破开空间 消失不见 不仅仅是这些巨宗 苍玄天内 所有的顶尖强者 皆是在先前的那一刻 感应到天地间的一样波动 所以 苍玄天内的诸多大陆上 不断地有着身影破空而去 这么多的强者同时出现 自然是引来了天大的震荡 苍玄天内 无数生灵皆是惊颤地望着这一幕 他们感觉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必然会引得天地动荡 而上一次 苍玄天内如此的震荡是什么时候 似乎是那位苍玄老祖陨落吧 第715章强者云集 黑渊外围 黑渊深处传出来的天大动静 自然也是传递到了此处 于是那无数人物 瞪口呆地望着死寂大地中 不断地有着充满着生命的植被生长出来 一些树苗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化为参天大树 很快的 这死寂的天地间 便是有着巨大的森林出现 一条条河流犹如白色的皮链 分割着辽阔的大地 一副生机盎然的模样 无数生活在黑渊中的人一脸呆滞 有着一种还处于梦境中的感觉 不过 带得天地间的元气 陡然变得极端浓烈的时候 他们清醒了过来 因为他们感觉到体内多年 未曾有动静的元气 也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开始增长起来 于是 所有人都疯狂了 以往的黑渊 天地元气颇为稀薄 而且因为大地死寂 令得此处枯燥无比 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几乎不会有人生活于此 可如今 这曾经的绝境 却是在此时有着演变成 洞天伏地般的迹象 黑渊的变化 让得无数人一头雾水 他们显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 就在他们为之狂喜的时候 黑渊上空的空间剧烈的动荡起来 紧接着 虚空被撕裂开来 一道道气势恐怖的光影 自其中呼啸而出 那些光影 带着无法想象的威压 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黑渊中生活的那些生灵 皆是感觉到连神魂仿佛都是凝固下来 无法动叹 可以想象 那些光影 恐怕只需要一个念头 这黑渊中的生灵 就将会死得干前净净 不过所幸的是在那些强大的光影眼中 他们宛如蝼蚁般渺小 所以根本未曾停留一瞬 直接是对着黑渊深处而去 一波波光影不断地出现 引得天地动荡 黑渊中的那些生灵 皆是瑟瑟发抖的跪幅下来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起 待得许久后 那些可怕的气势远去 他们方才敢抬头望向远处 面面相去 眼中满是恐惧 他们不知道那从未有人跨足过的黑渊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然能够引来如此之多恐怖的强者 黑渊深处 毁灭雷池上空 巨空动荡 旋即直接是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撕裂开来 时来到光影 自破碎的虚空中缓步踏出 那领先一人 正是圣公的圣元公主 她那一对银童 望着这方天地 最后锁定在了下方的毁灭雷池中 脸庞上有着一抹惊讶之色浮现出来 道 竟然是当年的罪孽之地 哈哈 真是有意思 此地曾经为圣族所灭 而到头来 你苍玄竟然反将苍玄圣印隐秘于此 真是没想到啊 不过可惜 你这些手段 终归是无用 这苍玄圣印 也该换主了 不过 就在圣元公主圣印当落时 不远处的虚空再度被撕裂开来 恐怖的元气威压笼罩天地 有着默然之声响起 圣元 这苍玄圣印 恐怕你还不配拥之 圣元公主笑盈盈地看去 原来是苍玄宗道了 只见得那里 青阳长叫凌空而立 在其身后 便是涟漪封主等人 滔天般的元气滚滚而动 元气太过的浓烈 直接是形成了 看不见尽头的云层 铺天盖地 犹如是要毁天灭地 呵呵 还真是热闹啊 这般时候 虚空再度被撕裂 一道有些宫楼的苍老身影 缓缓地迈了出来 而当他出现时 整个天地间 仿佛都是有着 金银之声响起 那是一名身穿麻衣的老者 他看起来勾楼苍老 可当其站在那里时 却是宛如一柄太古神剑 足以展面神灵 在老者身后 还跟着一批 同样浑身散发着 滔天风锐之气的身影 而之前周元曾经见过的 银销谷主 也是在其中 显然 紧随而来的这些人 正是问剑宗 天剑尊 青阳长 叫望着那苍老的身影 眼神微宁 这位天剑尊 自然便是问剑宗的长教 而且 说起来他还算是与苍玄老祖同辈 资历极老 这位常年都处于闭关之中 但这一次 面对着苍玄生影的出世 他也不得不出现了 而在问剑宗出现后不久 此地的虚空 开始剧烈动荡 一波波气势恐怖的身影 破空而至 没想到竟然还能见到 苍玄生影现实的这一天 虚空震荡间 有着一道巨人踏出 巨人身躯之上 似乎是鸣刻着古今光闻 他出现时 连虚空都是在不断地崩塌 仿佛是无法承受其重 那时肉身修炼到 无法形容层次的表现 可谓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他发出的声音 也是比雷鸣更响 大地震动 虚空裂开 那巨人寺也是发现 此处天地被他震得摇摇欲坠 于是庞大的身躯开始缩小 树西后便是化为了一名赤着上身的中眠男子 他面目憨厚 如老农一般 身躯上 鸣刻着古老经文 北明镇龙殿 古今尊者 而在古今尊者出现后 天地间有一箱出现 虚空间 有着一朵巨大的光帘缓缓缓的绽放开来 光帘内 有着一名彩群美妇 世俗而立 其指荣言皆是清世 百花仙宫公公主 单亲子 节节 多年不见 单公主还是这般美丽 真不愧是当年我苍玄天第一美人 在那巨大的光帘不远处 有无尽阴森的黑烟 自虚空中涌出 黑雾滚滚 带来漫天尖笑之声 而在那黑雾中 一名黑袍身影缓缓地升起 那是一名身躯肥瘦的白胖子 他随手自黑雾中抓出了一道神魂 塞进嘴中嚼碎吞下 然后眼睛泛着绿光地看着百花仙宫公主 这正是天鬼伏伏主 摩罗 此时此刻 苍玄天六大巨宗 尽数来到 而且 在那更外围处 还不断地有着一道道光影破空而来 他们皆是气息强大 若是放在平日 也是一等一的强者 一方巨拨 可现在在这里 他们却暂时只能居于外围观望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苍玄天的顶尖存在 此时超过九成 都是出现在了黑渊深处 正元公主面带微笑地望着这群雄汇聚的一幕 悠悠地道 自从当年我圣公与苍玄一战后 这苍玄天可是好多年未曾这么热闹了 诸位来此 想必也是感应到了苍玄圣印的波动 哈哈 也罢 既然来了 那就先请圣印现身吧 声音落下 圣元公主伸出手掌 对着下方的雷池 猛然一握 轰轰 伴随着她一掌握下 只见得下方那毁灭雷池中 顿时剧烈地波动起来 竟直接是被生生地撕裂开来 下一瞬 某处隐匿于雷池中的虚空 也是在此时被缓缓地撕开 当那里的空间被撕开时 其中的景象 也是在这一刻 落入到了在场诸多顶尖强者的眼中 下一瞬 天地间的气氛微微凝固 所有人的面庞都是变得有些精彩起来 就连圣元公主 脸庞都是微微一致 因为他们见到 在那片神秘空间中 苍玄圣印所在的地方 一道年轻的身影 也是有些茫然地抬起头 然后目光与他们对碰到了一起 这苍玄圣印 竟然已经被人杰足先登了 第716章又起联衣 去无空间中 正将首长搭载苍玄圣印上面的周园抬起头 然后他便是见到空间被撕裂开锯口 而他的目光透过那空间裂痕 能够清晰地见到此时雷池上空的一位未巨头 那些大老身躯上 皆是散发着滔天般的波动 足以震荡天地 周园顿时头皮发麻 而此时他们的目光 尽数地汇聚在周园的身上 看得出来 当他们再见到周园出现在此处时 即便是以他们的心性 都是出现了片刻的呆滞 他们这些各方巨头 诸多博弈 费尽心思地找寻着 当年由苍玄老族隐秘起来的苍玄圣印 试图成为这苍玄天新一任天主 为此不知道付出了多大的心血 而如今 苍玄圣印总算是现实 他们顷刻兼感知 原本还想先观摩一下那苍玄圣印 可谁能想到 竟看见了有人比他们更先抵达 呵呵 我倒是谁有这般机缘 竟然是苍玄宗的人 圣元公主笑眯眯的注视着 位于虚无空间中的周园 原本以她的身份 对于周园这般弟子 根本不可能会记住的 但之前周园与武皇争锋 成为了圣州大陆上的焦点 自然她也就难得的记住了周园的样貌 看来你苍玄宗 还真是得天独厚呢 圣元公主别有深意的道 其他的一些宗派巨头 目光微闪 其实对于如今苍玄天的格局 他们都还算是满意 毕竟没有谁愿意 头顶上多出一位天主 当然 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天主 倒是可以接受 清阳长教以及联衣风主等人 也是有些恶然的看了周园一眼 显然都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 呸 这小子还真是有天大的机缘 白眉老人忍不住地说道 苍玄圣印这般至高圣物 连圣元公主都难以寻觅 然而如今 确实被周园一个小小的神附近率先找到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邻居风主皱了皱眉 道 可惜福元太重 未必是什么好事 在这种局面中 周园就犹如狮虎群中的小白鼠 稍稍一点异动 就有可能令得他死无葬身之地 周园是我苍玄宗弟子 若有危机 自当护他 金阳长教开口说道 眼下这里 各方巨头大老稍稍出手 就能将周园抹杀 不过好在的是周园有着苍玄宗这后台 其他那些顶尖强者 方才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不渝 就不分青红皂白翻手将其震杀 连一封主他们闻言 皆是点点头 周园是苍玄宗弟子 如果让得他在这里被人所杀 那也是在践踏他们苍玄宗的名声 不过好在的是在场的这些巨头 也都并没有因为周园的率先接触 苍玄圣印就有太多的波澜 他们并不担心周园在他们的面前 取走苍玄圣印 因为周园太弱了 苍玄圣印那种至高圣物 并非是什么人都能够拿走的 所以各方巨头在经过刚开始的经历后 皆是把目光从周园身上收了回来 今日能够决定苍玄圣印归属的 不是一个小小的神附近弟子 而是在场这些苍玄天内的顶尖存在 所以就算周园是第一个抵达此处 触及苍玄圣印的人又能如何 圣元公主也没有将时间浪费 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弟子身上 她的目光环顾一圈 但笑道 诸位 天人借九天 我苍玄天位君莫为 归根究底 还是因这些年苍玄圣印隐秘 此天内 再无天主 而如今苍玄圣印终于现世 或许也是天意 我苍玄天内 也该有信任天主现世了 他的声音传出 然而却是引来一片沉默 无人应答 各方巨头皆是目光闪烁 天地间的气氛压抑得几乎凝固起来 两久之后 青阳长教方才淡淡的道 莫非你所说的信任天主 便是你圣元吗 圣元公主银色眼瞳中 有着神秘与无情之色 她唇角泛起一丝笑 道 苍玄老祖当年横压苍玄天 何等强大 可最终也被我圣公所灭 说来 这当算是我圣公最大之战绩 此言一出 青阳长教眼神瞬间变得森冷起来 圣族之狗 也敢妄图天主之位 带你成了苍玄天之主 这苍玄天无数生灵 岂非是要随你做那圣族之狗 而就在此时 一道充满着浓浓恨意的冰冷声音 自青阳长教身后响起 只见得连衣风主一对美目 死死地盯着圣元公主 那般眼神 有着无法洗刷的滔天恨意 而她所说之话 也是毫不留情 狠独到了极致 圣元双目微眯 道 我圣公虽然利用了圣族之力 但却并非是那圣族之狗 她盯着连衣风主 嘴角画起一抹讥讽之意 失败者之言 醉是可笑 看来苍玄老祖 也没叫出什么好东西来 空 连衣风主美目赤红 下一瞬 滔天般的元气 自其体内爆发而出 一道法玉以她为原点笼罩开来 天地元气直接是疯狂的汇聚 化为了无数星辰 星辰之中 有法玉之力灌注 璀璨如钻 轰轰 那些法玉星辰呼啸而下 带着毁灭之威 狠狠地对着圣元公主砸落而去 那威能无法形容 足以毁天灭地 你不过原因尽而已 虽触及法玉 开辟了小法玉 但何来的胆子在本宫面前显露 圣元公主望着那从天而降的元气星辰 银色眼瞳中有着讽刺浮现 她伸出白皙的手掌 对着虚空轻轻一握 那一瞬 天地仿佛都是凝固 而那从天而降的星辰 竟是直接扭转了方向 然后以更为可怕的威能 对着涟漪风主轰僵而去 青阳长较健壮 顿时一声冷哼 袖袍一挥 整个虚空都是在此时撕裂开来 形成了空间裂痕 而那些星辰 厌世禁数地落入其中 她转头看向涟漪风主 道 莫要冲动 涟漪风主却是美目赤红 双目死死地盯着圣元 眼中滔天恨意 其他个方大佬 皆是未曾插手 因为他们知晓圣公 苍玄宗良者间的恩怨 圣元公主瞧着一副 欲要是人般模样的 涟漪风主 嘴角掀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道 看来涟漪风主很是仇恨本作啊 涟漪风主寒声道 你杀我师 我自于你不死不休 圣元公主轻笑一声 道 涟漪风主 苍玄老祖当年乃是圣者静 又掌控苍玄圣印 真要说来 在这苍玄天内 就算有圣族围猎于他 想要得手 也并不容易 所有人都是皱起眉头 不知道圣元公主怎么突然说起此事 想要真正的将其斩杀 唯有令得苍玄圣印短暂的脱离其掌控 令其暂施天主之位 于那瞬息之间 方可找寻破绽 将其震杀 涟漪风主的脸色 在此时渐渐的苍白 圣元公主歪着头看着涟漪风主 笑盈盈的道 涟漪风主 你可记得你曾经做过什么 此时 所有的目光 都是看向了涟漪风主 包括青阳长教他们 皆是眼神惊疑不定 圣元公主微笑的轻声继续的响起 却是宛如惊雷 令得无数人目瞪口呆 当年如果不是你在那苍玄圣印上做了手脚 你真当苍玄老祖会被圣族围猎而陨落吗 所以说 你何必仇恨于我 因为 苍玄老祖之允 最大的凶手 可是你啊 柳连依 那虚无空间中 周元也是眼带骇然 难以置信地望着涟漪风主 难道 这苍玄宗内有可能存在的内鬼 竟然会是他 第717章宗门有鬼 圣元公主的声音 还在天地间残留回荡 而此地各方巨头 皆是眼神震惊 显然是没想到 圣元公主竟然会吐露出一个如此惊天的大秘密 当年苍玄老祖之允落 竟然是因为柳连依在苍玄圣印上面做过手脚 青阳长教 白眉老人等人 也是在此时蒸蒸地望着的柳连依 眼中满是不敢相信 在苍玄老祖所收的弟子中 柳连依最末 算是所有人都最疼爱的小师妹 而苍玄老祖对他也是尤为宠爱 柳连依对于苍玄老祖 同样是无比的亲密 可谓是敬爱到了极致 当年苍玄老祖陨落 如果不是青阳长教他们阻拦 恐怕柳连依早就冲上圣宫 以死相斗了 所以对于圣元公主所说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前者抹黑 但当他们再见到连依封主那惨白的面色时 心头却是忍不住的沉了下去 此时的连依封主面色惨白 郊区都是在微微的颤抖着 取久后 他方才难难道 你胡说什么 我根本就没有在苍玄圣印上面做过手脚 青阳目光紧紧地盯着连依封主 缓缓地道 小师妹 你究竟做了什么 当年苍玄老祖陨落 青阳长教内心就有一丝怀疑 因为他很清楚苍玄老祖的实力 再加上掌控苍玄圣印 就算是有圣族的强者围猎 也不可能在苍玄天内令得其陨落 这之间 必然有原因 只是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件事 竟然有可能会和连依封主有关 连依封主惨然一笑 道 我真的没想过害师父 我只是 我只是在那苍玄圣印上面 铭刻了一道清新神文 他并没有任何的害处 只是会隔绝苍玄圣印对师父的一些影响 青阳长教面色一变 压抑着怒气呵斥道 简直愚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连依封主玉手紧握 颤声道 我自古集中查探出 掌控苍玄圣印这等至高圣物者 七情六欲皆会被摒弃 我 我 青阳长教 白美老人 红牙封主等人都是沉默了下来 他们眼神复杂地看着连依封主 柳连依是他们的小师妹 他们几乎是看着他长大 这些年来 对他的某些心结 也算是有一些察觉 自很多年起 柳连依怕就是暗中喜欢上了师父 后来可能师父也是察觉到了 便是不再让柳连依留在身旁 让其多去历练 而柳连依也感觉到了 苍玄老祖这些举动的含义 心中自然不愿 少女怀春 便是钻了牛角尖 在自古集中发现了 苍玄圣印的影响 故而就觉得苍玄老祖对他冷淡下来 是因为苍玄圣印的缘故 于是就找到了那清新神文 将其鸣刻于苍玄圣印上 试图以此屏蔽苍玄圣印对师父的影响 清阳长叫眉头呼的紧皱起来 审声道 不过苍玄圣印始终在师父身上 你怎么可能接近 柳连依咬着牙道 我趁师父闭关 偷来的 白眉老人摇摇头 道 胡说 师父即便闭关 苍玄圣印也是居于结界保护中 那个结界 连我们这些弟子都是靠近不得 只有 话到此处 他声音停了下来 包括清阳长叫他们目光都是缓缓转向 看向了一旁始终保持着沉默的邻军封主 那个时候 只有身为师父贴身童子的邻军 才能够进出那座结界 邻军 是你做的 清阳长叫深吸一口气 慢慢的道 邻军封主俊美如少年斑面旁一片木然 他竟然并没有否认 而是直接道 此事是我造成 甘愿受长叫处罚 孔牙封主闷哼一声 道 恐怕是小师妹让你将圣印从结界中取出来的吧 邻军封主没有说话 微闭眼目 当年的他 六年流落 无依无靠 在那将要饿死之际 有着一个身穿彩衣的小女孩蹲下来 有些艰难的将她背了起来 送到了山上 求她的师父将她收为童子 师父却是不肯 令她吃饱就下山离去 她不愿 不是为了求那天大本事 而是因为那小小的彩衣身影 是她那些年终内心中唯一感受的温暖 于是她在那山下 跪拜了整整一月 虽然期间有着小女孩偷偷地给她送了点吃时 但也险些被生生饿死 最终 老祖收她做了贴身童子 那一日 她很高兴 因为从今往后 她可以时刻都看见那道彩衣 那身穿彩衣的小女孩 自然便是如今的联衣风筑 所以当后来的柳莲衣请求她帮忙将苍玄圣印取出来的时候 她没有多少的犹豫 虽然那个时候 她其实已经明白了柳莲衣的心 但她不愿意看见她失望的脸 这些年来 她没有将这个秘密吐露出去 不过 随着老祖那次的陨落 柳莲衣可能也是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开始变得越来越偏激 甚至对她 都是有了一些愤怒 或许 迁怒于当年她没有阻拦下她的那些愚蠢行为 所以 这么多年 她对她始终都是冷目针对 不过邻君没有不甘 内心深处反而更多的是心疼 因为她知道 柳莲衣心中承受着多大的悔意 她其实 是很想直接去圣公与圣元公主同归于尽的 她早已没了想要活下去的心 望着沉默下来的柳莲衣与邻君风主 青羊掌教指了指两人 咬着牙道 你们两个简直就是混账不如的蠢东西 这两个蠢货 为了一些破事 竟然有破天的胆子 去苍玄圣印上面搞事情 这也就成了后来苍玄老祖陨落的导火索 不过 清新神文虽然是极为古老的原文 但就算搞到了苍玄圣印上面去 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白眉老人突然道 静羊掌教双目一眯 眼神阴沉的看向圣元公主 此时的后者也是微微一笑道 没错 虽然那近乎一模一样 那可不是什么清新神文 柳莲衣一呆 下一刻 她眼神赤红的盯着圣元公主 颤抖的声音中有着无边的杀意 果然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阴谋 清羊掌教的眼神 愈发的阴沉了 她缓缓的道 能够引得小师妹在我苍玄宗藏经楼中找寻古籍 又刚好是找到了那四清新神文的东西 也知道只有小师妹 才能够通过邻军找机会碰触到苍玄圣印 看来 你们对我苍玄宗 还真是了如指掌啊 还是说 她的声音顿了片刻 再度低沉的道 我苍玄宗妹 有鬼 当她低沉的声音还在飘荡 所有人都还未曾回过神来的时候 一只干枯的手掌 悄无声息的掠过 掌心下 有着毁灭气息酝酿 然后轻飘飘地落向了白美老人的后背 但是 就在那干枯手掌即将落下的那一瞬间 一只手掌破开虚空 一把便是抓住了那干枯手掌的手腕处 虚空阵列 令得其无法地落下 空间波荡 一道宫楼的苍老身影在白美老人身旁显露出来 竟然是玄老 而此时的她 原本浑浊的眼目 却是死死地盯着前方 满是皱褶的脸庞上 沙意弥漫出来 最终她深深地叹息一声 果然是你 雷军 第七百亿十八章我将雷军 黑渊上空 各方巨头此时都是面色精彩的望着眼前这一幕 谁能想到 在这苍悬生影现实之际 各方还没有开始争夺 而苍悬宗内 却已经上演了一场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 其间的狗血雨跌宕起伏 让得在场这些巨头 都是心头紧绷 不过一些人的目光 略过一直笑眯眯的圣元公主时 却是心中生起极大的警惕 如今看来 当年苍悬老祖的陨落 完全就是圣宫设计的一场天衣无缝般的谋划 去无空间中的周园 也是面庞紧绷 眼前这番转折 对她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原本先前她还以为当年苍悬老祖陨落 应该就是因为连衣风主 可如今再看来 连衣风主与邻军风主 都只不过是被人利用了 而一切暗中推动的人 竟然会是雷军风主 周园咽了一口唾沫 雷军风主在苍悬宗内诸位风主中 存在感最弱 周园来到苍悬宗后 也几乎从未与其打过交道 在她看来 雷军风主不苟言笑 执掌宗内刑罚 很多弟子都是对其又惊又怕 而在宗内诸多事宜上 雷军风主都是保持着绝对的中立 再加上辈分的原因 她在苍悬宗内拥有极高的地位 有些决定 就连青阳长教 都得向雷军风主请教 然而 谁又能想到 这个在很多人心中 近乎没有存在感的人 竟然会是苍悬老族陨落的最后推手 甚至不仅周园感到难以置信 就连联衣风主他们 都是直直地望着雷军风主 眼中满是愤怒与不解 青阳长教死死地盯着 试图对白美老人出手 但却被突然现身的玄老阻拦的雷军风主 缓缓地道 当年那个时候 宗内的藏经楼 便是由雷军师叔执掌的吧 也只有执掌藏经楼的你 才能够让德小师妹看见 你想让他看见的东西 而且还连他自己都无法察觉到 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师父带你 可有半点不好的地方 在那诸多愤怒的目光注视下 雷军风主面旁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玄老 然后淡淡一笑 道 苍玄对我很好 不过 我却不甘 雷军风主凝望着天空 许久后 方才继续平淡开口 连有波澜 我与苍玄 自小便是相识 不过你们或许并不知晓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才是所有人眼中的天才骄子 而苍玄 只是跟随在我身旁毫不起眼的角色罢了 他那时 是我为大哥 尊宠我 而我保护着他 偶尔还能给他一些修炼资源 不过后来 确实开始有些变化 他渐渐的成长 绽放出光芒 成为了天地尖顶尖的强者 那时候 我却被远远的抛在身后 只能仰望着他的背影 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人再记得我了 甚至 他们会笑着嘲讽我 你竟然也有资格当他的大哥 后来 他创立了苍玄宗 那时的我 与他相差甚远 他邀请我去苍玄宗 于是我成为了雷军风主 但是在苍玄宗 他的耀眼无人可及 诗人永远都是尊崇地看着他 正如他以往看着我 而如今的我 却变成了以往的他 所有人都说 如果不是他的一时心善 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 苍玄宗的风主 我也曾努力地想要证明些什么 但是 他太耀眼了 后来我绝望了 因为我知道 我是不可能追赶他的 所以那时候我在想 他宛如猎羊般地耀眼 而我便是他身旁被烈日遮掩的星辰 想要真正的让得世人之我 或许 也就只有当猎羊落下之时了 天地间 所有人都是望着雷军 一些人眼神复杂 因为他们也回忆起了 当年那个人 横压整个苍玄天使 那一辈的所有人 都处于其光芒之下 不过他们最终接受了 可这个曾经将光芒照耀苍玄的人 却是无法接受这种巨大的反差 或许 苍玄对他越好 他内心深处就越是感到耻辱 这就成为了他的心脏与心魔 雷军显然是那种极其偏执之人 只是他隐藏得很好 没有任何人发现 绝老干枯的手掌如鹰 找斑死死的锁住雷军的手腕 他那苍老的面旁微微抖动 嘶哑的道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 你来到苍玄宗后 主人给了你多少帮助 给了你多少的指点 如果不是主人 你能有如今的地步 雷军一笑 道 看 连你也认为如果没有苍玄的话 如今的我根本就一无是处 他叹了一声 道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啊 所以后来当圣员暗中找到我时 我答应了与他合作 因为我觉得 这照耀苍玄天的太阳 也到了降落的时候了 我会向世人证明 没有了他苍玄 我会更加的耀眼 背叛宗门 忘恩负义 现在的你 就很耀眼吗 全老震怒 一股恐怖的元气威压猛然 自其体内爆发出来 他一掌拍出 掌下的空间直接爆碎开来 雷军望着全老那恐怖一掌 神色依旧漠然 下一瞬 巨大的法御自其体内涌现而出 而全老那一掌 拍在法御上 引得虚空剧烈震荡 但却未能将法御击破 你竟然也踏入了法御境 全老眼神阴沉 盯着雷军 而白美老人 红牙丰主等人也是面色微变 在苍玄宗内 唯有青阳长教真正的踏入了法御境 而他们 都还只是处于原音境巅峰 虽说也开始接触法御之力 可终归还未曾完全的踏出那一步 可谁能知道 雷军竟然是在无人可之间 率先迈入了法御境 这隐藏的实在是太深了 雷军但笑道 苍玄隐落时 我便踏足了法御境 可见我说的并没有错 若是没有了 苍玄遮掩 世人所知的 方才不会是雷军封主 而是 将雷军 青阳长教眼神冷冽 道 这些无用之言 便不需要多说了 他周身有着法御波动出现 今日的苍玄宗 可算是成了一场笑话 不过不论如何 雷军背叛了苍玄宗 必须有所惩处 不过 就在青阳长教打算动手时 一股恐怖的压迫 却是忽然的笼罩而来 圣元公主银色双瞳盯着青阳长教 面带微笑 显然 他并不会坐视青阳长教他们对付雷军 毕竟 雷军只要存在的话 就会令得苍玄宗自顾不暇 青阳 这是你们苍玄宗的事 何必在这里闹 而且眼下这里 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圣元公主银色双瞳 带着墨色之色 投向了虚无空间之中的苍玄圣印 而其声音 也是回荡于天地间 既然各方都在此处 如今倒是好商讨一下 这现实的苍玄圣印 应当如何处置吧 第719章圣者之火 当圣元的声音再度响起时 这片天地间的气氛 都是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各方巨头 目光闪烁 在苍玄天内 如今圣公实力最强 苍玄宗略次 不过这两大巨头 兼有着极深的仇怨 所以一般两者碰面时 必然会对上 所以其他巨头则是能够做山关虎斗 可谁都没想到 眼下那苍玄宗刚刚对上 这圣元直接丢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轻刻间便是将苍玄宗瓦解 如今的苍玄宗 不仅少了一位封主 而且还多了一位踏入法御境的大敌 可谓是焦头烂额 所以说 现在的圣公 气势无以伦比 处于虚无空间中的中原 自然也是察觉到这一情况 眼中顿时有着忧虑之色涌现出来 苍玄宗毕竟是他的后台 如果连苍玄宗都无法与圣公相争 那对于他而言 将会是极为不利的情况 可对于眼下这种局面 他一个小小的神辅境 自然也是没半点参与的资格 只能干着急 雷池上空 沉默持续了一会 可 忽然间 那问剑宗的天剑尊咳嗽了起来 他面旁苍老 慢悠悠的道 苍玄声音虽好 但如今我苍玄天格局稳定 若是强行而来 恐怕将会掀起血与腥风 到头来 只会削弱我苍玄天整体实力 漫天黑雾间 天鬼府的摩罗府主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 笑眯眯的道 可如今苍玄声音已经出现 我等总不能当作视而不见吧 北明镇龙殿的那位如老农般憨厚的古今殿主 露出朴实的笑容 道 摩罗府主是想做那更高一等的苍玄天天主吗 百花仙宫的丹亲子公主淡淡的道 天鬼府怕是没这等能耐 圣元公主听的其他巨头的话 倾笑一声 道 本作道是有一个建议 我等六宗 可组建联盟 轮值保管这苍玄圣印 如此还免了争斗 其他巨头威证 眼路思索 青阳长叫呼得冷笑出声 道 既然为盟 自会有主赐予先后 听你圣元之意 莫非是想为这联盟之主 然后率先保管苍玄圣印 圣元公主但笑一声 言语间有着霸道之意 我圣公本就最强 我们不先一步 难道是你这分崩离析的苍玄宗吗 他并不否认 显然本就是打着这种心思 青阳长叫看了其他巨头一眼 道 既怕那的时候 你圣元的野心还不止于苍玄圣印 还想将其他巨宗 一同吞并 真的称霸这天地间呢 天剑尊 丹亲子等巨头目光一闪 虽然不动声色 但眼中皆是有着一抹警惕升起 如果真让这圣元公主率先掌管苍玄圣印 说不得她就会私自参悟掌控 到时候一旦成功 实力暴涨 突破法御 踏入圣者境 那么整个苍玄天都将不会有人是她的对手 那个时候 还想再让她将苍玄圣印交出来 恐怕可能性很渺茫 圣元公主自然也是察觉到了其他巨头眼中的警惕 银色眼瞳中不由得略过一丝阴异 她但笑一声道如此看来各位是对我的提议没有什么兴趣了 其他巨头皆是保持沉默 圣元公主见状不由得深深的叹息一声 有些悲天悯人的道原本以为能将此事平和解决 没想到最终还是得以我而止轰 就在她声音尚未落下之际 一道泛着荧光的法御光照 便是自己体内蔓延而出化为光照将其笼罩 一股恐怖威能的法御已是自己体内爆发出来 她面色淡漠 一脚踏出时 身影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青阳长轿之前 圣元公主五指微躯 一色光芒在其掌心迅速的汇聚 那是法御的力量 同时法御与浩瀚的元气融合 形成了一种属于法御强者方才能够掌控的独特力量 法御元气 那种力量 才是法御强者之根本 圣元公主掌心处的空间直接崩裂开来 显然是无法承受其力 如果要按照元气星辰的强度来衡量的话 恐怕此时圣元公主举手投足间 便是上一级别的元气星辰强度 空谋 那毁灭一掌 直接是洞穿虚空 拍向青阳长轿 显然是打算将其废掉 震射其他巨头 而敢 绝老则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圣元公主的企图 当即一声力喝 一道法御光照刺其体内涌现而出 就要出手相助 不过 雷军的身影却是出现在了其面前 一拳轰出 法御之力涌动 带来雷霆声 将玄老阻拦而下 如今的局面 雷军知晓自身已被苍玄宗所不容 所以自然阵营将会偏向圣公 只有圣公取圣 他才能够全身而退 雷军 你这叛徒 全老愤怒出声 出手狠辣 雷军却是面无表情 运转法御 比喻助玄老的攻势 而其他巨头以及各方顶尖强者 见到双方终于斗起来 却是纷纷退避了一些距离 显然是打算继续做山关虎斗 眼下的局面 虽然苍玄宗内部失衡 可圣公想要将其吃下来 那也必定付出惨重代价 那个时候 圣公被削弱 再想要保持强势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圣元 想要斩杀我来立威 你未免太高估你了 清阳长教冷喝出声 犯着轻光的法御光照覆盖周身 她与圣元皆是处于法御 尽大圆满 后者想要对付她 也没那么容易 圣元公主闻言 嘴角却是掀起一抹诡异之色 是吗 圣元公主头顶上方持许处 忽有金色的烟雾鸟鸟升起 睡袭之后 烟雾之中 似有传出了细微之声 再然后 一缕金色的火苗 便是在圣元公主头顶上方形成 那金色火苗成形的瞬间 这天地间仿佛都是凝制下来 金色火苗燃烧处 虚空开始不断地崩塌 宛如是被烧毁的油画 一股无法形容的波动 于天地间诞生 那金色火苗 仿佛能够燃尽万物 无物可挡 金色火苗 也是在同一时间 倒映进了清阳长教 以及其他的各方巨头的眼中 他们的脸庞上 也是在此时浮现了 难以置信的惊骇之色 那 那是圣者之火 片刻后 一道道金骇玉 觉得声音尖锐地响彻起来 圣元他 他踏入圣者境了 法玉之上 为圣者 那是天地间至高的境界 只不过 苍玄天自从半生以来 所出现过的真正圣者境 也唯有苍玄老祖一人 而如今 这圣元公主难道 也是突破到此了吗 在那漫天金骇声中 圣元公主双指抱刺而出 金色火苗穿透空间 直接出现在其指尖 然后闪电般地点在了 青阳长教身躯之外 那青光法玉之上 诗 金色火苗晃动 那在常人眼中 无可摧毁的法玉 却是宛如纸片一般 瞬间被焚烧 青阳 去陪你师父吧 圣元公主嘴角 画起一抹猙獰糊度 那燃烧着金色火焰的手指 直接是洞穿法玉 被着眼路骇然的 青阳长教抱刺而去 那金色火焰若是落下 即便是法玉强者 也将会被焚烧为虚无 因为 那是圣者之火 第720章燃烧原因 是 圣元公主燃烧着金色火焰的 手指静止对着青阳长教落下 那金色火苗生藤间 所有的一切 都被焚烧为虚无 即便是青阳长教周身的法玉 都是被青壳间粉灭 法玉唯有法玉方可对抗 可法玉 在圣者的眼中 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因为圣者拥有着圣火 圣火之下 天地皆可焚 即便是法玉 也脆弱如指 圣元公主这一手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没有人能够想象到 圣元公主竟然能够诞生出 圣者之火 所以 在这般先机之下 青阳长教即便心中震撼 但却根本无法躲避 只能眼睁睁地望着 那燃烧着金色火焰的手指 惊飘飘地落来 宛如命运已被锁定 难以挣脱 而一旦她真的被击中 就算是以青阳长教的实力 今日都必然陨落 长教 白美老人 红牙风主他们 也是面色俱变 惊骇出声 在他们的信息中 圣元公主的实力 顶多烧圣青阳长教一筹 但想要将其击败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可谁能料到 圣元竟然隐藏了实力 他们知晓 此时青阳长教的危机 但以他们的实力 却是很难为青阳长教解围 毕竟他们连真正的法御 竟都还算不上 而在那外围 其他各方的巨头 也是面色凝重 嘿嘿 苍玄宗此次要有大麻烦了 天鬼府的魔龙府主 笑盈盈的道 眼中满是贪婪之色 苍玄宗同为六大巨宗 如果今日青阳长教陨落的话 那么苍玄宗必然会 从巨宗行列跌落 到时候 李韵雄厚的苍玄宗 不知道会引来多少人的垂涎 而其他几位巨头 则是目光闪烁 他们并不愿意见到 青阳长教陨落 因为那会引得 苍玄天格局发生变化 毕竟少了苍玄宗的制衡 圣公无疑将会声势更强 不过 此时的圣元公主 威视太过的骇人 那圣者之火将 这些巨头也是震慑的 不敢轻易动弹 所以一时间 也无人敢出手帮忙 于是 天地间 无数人都只能眼睁睁的 望着青阳长教 在此时陷入危局之中 则 不过 就在此时 忽有一道光阴猛的 自白美老人 他们身后暴尸而出 带着一股决然之气 冲向圣元 脚师妹 白美老人 红牙风主他们见状 面色顿时大变 急忙喝道 联衣 邻军风主俊美如少年般的脸庞上 也是浮现出交际之色 不过 面对着他们的声音 柳联衣却是无动于衷 他那美目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死死地盯着圣元的身影 在柳联衣神府之中 原因震动起来 磅薄的元气毫无保留的呼啸而出 圣元也是察觉到了那暴律而来的柳联衣 但他的眼神毫无波动 但摸得道 你连法御镜都还未曾踏入 敢来送死吗 他另外一只手掌上 有着恐怖的法御元气汇聚而来 荧光璀璨 引得空间崩裂 然而 面对着气势害人的圣元 柳联衣丝毫没有褪避的迹象 美目之中 略过决然之色 拳击他双手猛的解印 翁 轰轰强大无比的元气 在此时疯狂的肆虐开来 一股惊天的气势 也是自柳联衣的体内爆发 引得天地变色 各方巨头见状 瞳孔陡然紧缩 骇然失声 燃烧元英 他疯了 一旦元英燃烧 柳联衣自身 必然也将会当场陨落 角师妹 白眉老人面色惨白 他们终于明白了柳联衣此时的打算 他显然是打算燃烧元英 为青羊掌教破局 凌军风主眼眶欲裂 他的身影 也是在此时疯狂的对着柳联衣爆射而去 同时嘴中怒吼道 不要 柳联衣回头 看了一眼那疯狂追来的凌军风主 欺然的一笑 道 凌军 对不起 这些年来 一直迁怒于你 我是罪人 害师父陨落的罪人 如今 这些罪孽 就让我来长海吧 下一刻 无边的光芒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浩瀚的元气 犹如是在他的郊区上凝结成了金层 最后带着毁灭之力 撞向了面色微变的圣元公主 该死 圣元公主也是眼神阴沉 面对着一位元英尽强者的拼死一击 她也无法视为无物 于是那次向青羊掌教的圣火 只只能收回 转向那燃烧元英呼啸而来的柳联衣 空 两者睡膝后撞击到了一起 顿时间 毁天灭地的冲击波爆发开来 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时崩塌 黑冤崩裂 巨大的裂痕如巨龙般地对着四面八方蔓延 虚空也是呈现出无数裂痕 宛如碎裂的琉璃 各方强者皆是纷纷退后 抵御着那种冲击 青羊掌教身影到射而退 面色铁青地望着那冲击波的源头 双掌紧握 眼中满是悲痛与愤怒之色 从小到大 就知道胡来 那冲击的源头 在肆虐了许久后 终于是渐渐地散去 无数目光投射而去 只见得面色阴沉的圣元公主凌空而立 她的衣袖此时炸裂开来 指尖有着鲜血低落 其头顶之上的金色火苗变得微弱了一些 而柳连依的身影 却是消失于天地间 连同消失的 还有着她的气息 天地间寂静无声 谁都没想到 一位原应尽巅峰的顶尖强者 便是在此时直接陨落 啊 凌军风主仰天咆哮 声音淒厉 下一刻 她也是眼睛赤红的暴射而出 体内的原因 竟同样有着燃烧的迹象 哼 不过青阳掌教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一掌拍在其胸膛上 将其震退 同时怒吓道 凌军 你给我冷静一些 凌军风主在那虚空上 无力地跪倒下来 嘴中发出了悲痛欲绝的咆哮声 宛如受伤的野兽一般 白美老人 红牙风主也是拳头紧握 眼中满是悲痛 他们知晓 柳连依的心中 充满着自责与悔意 她早已有了死志 也只有如此 她或许才能够获得一些安宁与解脱 今日的苍玄宗 可谓是损失惨重到了极致 去无空间中 周园望着外界的战斗 也是心神俱阵 她同样没想到 连依风主竟然会选择燃烧原因 与圣元拼死一搏 她虽是女子 但性格却是极为刚烈 而对于连依风主的陨落 她的心中也是颇为的难受 毕竟在苍玄宗内 这位美丽雍龙的雪莲风风主 还是深得人心的 不知道李清禅他们知晓了这消息 会难受成什么样子 而且 如此一来 苍玄宗可谓是接连损失了两位风主 这场苍玄声音之争 局面对于苍玄宗 对于他而言 可谓是急转直下 今日之局 若是搞不好的话 整个苍玄宗都将会破灭 而失去了苍玄宗这般背景后台 周元也将会陷入巨大的危机 甚至不仅仅是他 包括大周 或许都将会在顷刻间倾覆 周元拳头紧握 这一刻 危机如潮水一般 自思念八方重重涌来 令得他都是感觉到了窒息 此局如何能破 此局如何能破